还随意聊聊的朋友们 我是Linda 谢谢你们支持 我会继续做好影片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可以发问我 我会尽快回答 420大麻文化台湾尚未允许 我本人也不鼓励 但是国外是合法 我做这集是让大家多了解 不好不要触碰 420 4.20分或4比20 大麻文化中的礼语 用来指代吸食大麻或哈吸食 特别是在下午4点20分左右 吸食大麻烟的行为 同时该词也指每年4月20日 各地举办的大麻主题庆祝活动 起源1971年 美国加州圣拉菲尔市的五名高中生 按照一位大麻种植者制作的藏宝图 试图寻找被该种植者遗弃在附近某处的大麻植株 因为他们时常在学校外面的一堵墙窝附近闲逛 他们相约在下午4点20分 与圣拉菲尔高中校园内的路易巴斯德 搭向处聚会并寻找大麻 他们给自己的计划取名为4点20分路易 在几次寻找大麻的尝试军告失败之后 他们将暗号改为4点20分 这个暗号最终演变成了Wordos用来指代吸食大麻的礼语 嗨时代记者史蒂芬哈格在杂志上出版了Wordos的故事 嗨时代于1991年5月刊中 首次提及下午4点20分和4月20日吸食大麻的习俗 并在1998年12月刊中首次提及了Wordos和420一词的关系 哈格认为421词的早期传播 应归功于感恩致死乐队的粉丝Wordos的成员之一 大夫雷迪斯曾因一次偶然的机会 协助过感恩致死乐队的贝斯手菲尔来时 哈格还呼吁社会接纳人们每天下午4点20分吸食大麻的行为 全球大麻抗议合伙斗日 4月20日已成为一个国际反文化节日 这一天人们聚集在一起庆祝并吸食大麻 许多此类事件具有政治性质 主张大麻的自由化和法化 西雅图大麻节的创始人维维安麦克皮克说 4月20日是办庆祝办行动 一位大麻政党领导人 保罗伯奇将420称为全球性的政治运动 并称无人可以阻止此类事件 在美国 大麻吸食者在4月20日的下午4点20分 以公民不服从的行事抗议 他们在公共场合大量聚集并吸食大麻烟 目前 大麻在世界各地不断地被除罪化和合法化 原创研究 大麻活动家和加州港湾健康中心的创始人 史蒂夫迪安杰洛指出 就算我们的斗争已经完成 420这个词也会一直流传下去 他从最开始大家为了正义的抗争 转变为一种庆祝活动 我们庆祝大麻越来越为这个世界所接受 庆祝我们的胜利 庆祝我们与大麻美好的联系 他认为420将永远值得庆祝 再次澄清勤勿在台湾施法 虽然大麻对人体的危害不如强力毒品 成瘾性也不如烟酒 但还是会造成脑部 肺部心脏等损害和重度不等的上瘾 最近看到有人疯传 所以做了这一集 谢谢 有问题都可以留言给我 琳达